好啦 很棒喔 已经要下山了 洪信林队躺在担架上不断哀嚎 因为遭遮伤的伤口实在是太痛 他被大批救护人员抬下山 因为就在稍早前被虎头锋遮伤 情况危急 整个背部满满都是被遮伤的痕迹 属医组洪信林队被虎头锋盯了超过50包 伤口红肿还能看见淤血 密密麻麻画面触目惊心 原来这群人是立委中嘉宾服务处团队 他们一行20人 22号从屏东前往台东进水营古道登山 在加罗版部落出口附近 遇到虎头锋群攻击 其中两名学生被封遮后 自行脱困下山就医 而41岁的洪信林队被群峰包围 为了保护其他团员 他牺牲小我趴在地上 遭虎头锋不断攻击 最后紧急送医后还是宣告不治 一到一个转弯处就跟我们讲说有蜜蜂 然后会攻击 他直接说会攻击 他就叫他赶快叫我们往上跑 不要过去 他就一个人就在那边 被遮上的洪信林队 就是立委中嘉宾的助理 因为承办活动的旅行社女领队 没有走过进水营古道 因此由他带路 却遇上虎头锋号发期酿成汗室 他们现在正在竹草准备要繁殖 攻击性会比较强一点 根据了解从5月份开始到11月份 是虎头锋的号发期 特别是入秋后 是虎头锋的繁殖季节 风群警戒性提高 变得更松猛 如果靠近风潮附近100公尺的区域 最有可能会被虎头锋攻击 过去2011年10月 就有游客在同样的地点 头部被虎头锋 遮了十多处的伤口 2014年同样是10月份 十几名登山客被攻击 时间都在虎头锋攻击的号发期 如今林队遭群风遮死 家属相当悲痛 多谢吴依林在台东报道 GoGoGo 20人的屏東学生登山团 开心前往近水银古道 走在最后的领队宏伟燕 还不时注意 同学的状况相当细心 过程中两名学生 被虎头锋遮伤 哥哥救人不幸罹难 听到消息的弟弟相当不舍 哥哥那时候看说 他们前面有学员 然后被虎头锋攻击 那他比较着急 他就快点跑过去那边 那在抢救过程 可能引起的动静太大 然后虎头锋就整 蛮多就是出来攻击他 那他是让他们快运走 蛇身救人的洪伟燕 被虎头锋攻击 至少盯了50处 最后不幸死亡 41岁的洪伟燕 是立委宗嘉宾的助理 曾担任前行政院长 舒贞昌的基要 以及多名立委助理 有20多年的助理经验 同仁眼里他做事认真勤快 这一场登山活动 他担任领队 为了救团员惨遭虎头锋遮死 同仁同感爱奇 张宏路 吴秉坠等立委服务处 担任过助理 那三年多前才从 新北市医院戴伟山服务处那边 我们把他借匠调回来 屏东帮忙 其实登山时如果遇到虎头锋攻击 把身体压低 千万不要拍打或驱赶 风遮攻击的话 建议应该是朝反方向 或是顺风的方向 来尽速的来离开 相关单位也提醒 每年的9到11月 是虎头锋分潮的耗发时期 建议民众减少野外的活动 舍身保护学生的洪伟燕 招虎头锋围攻不治 再也回不了工作岗位 而洪伟燕工作认真积极 受到不少政治人物的重用 如今发生这样的汗事 令人惋惜 东森新闻余嘉雄 在屏东的采访报导 好了 很棒喔 一定要下山了 慢一点 不断哀嚎 因为伤口真的太痛了 受伤的红杏向导 躺在单架上 被大批救护人员抬下山 因为就在稍早前 他意外被虎头锋遮伤 情况危急 遭丁的红杏向导 大口喘气 看起来非常虚弱 背部上满满都是被遮伤的痕迹 向导被钉了30多包 这些全是被虎头锋遮伤的痕迹 看起来触目惊心 原来立委中嘉宾助理的青年志工团 一行20人 22号下午到台东进水营古道登山 却在加罗板部落出口附近 遇到虎头锋攻击 其中16岁的男学生和19岁的女学生被风遮之后 自行脱困下山 41岁的向导因为被风群包围 没人敢靠近 他牺牲小我趴在地上 却遭风群攻击 一到一个转弯处就跟我们讲说有蜜蜂 然后会攻击 他直接说会攻击 他就讲他赶快叫我们往上跑 不要过去 他就一个人就在那边 就是这样子 待在那里 所以他后面的被钉得非常的严重 教能人员进入古道 在出口处将鸿杏男子送以抢救 不幸的是男子呈现昏迷低血压状态 急救后还是宣告不治 台东近水银古道 起点为屏东县方辽水底辽 越过中央山脉后 终点就在台东县大五 全长47公里 可以远眺大五山 风景优美 是不少民众登山踏心的好选择 只是这个地方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因为过去同样也有游客头部 被虎头锋遮了十多处的伤口 这回遭遮伤身亡的鸿杏降导 是立委中嘉宾助理的弟弟 因为城邦活动的旅行社女领队 没有走过进水银古道 因此由她带路却发生憾事 登险吴依林在台东报道 消防人员紧急替女子包扎 她的两手上还有颈部 都被盯得多处红肿 爬山爬到一半 却遇到不速之客 虎头锋来攻击 好大哥好 那这位大哥你是谁 14号中午 苗栗县消防队截获通报 在石潭湘仙山 有八名登山客 需要紧急救援 八个人都遭到虎头风遮伤 消防队也立刻出动了 多部救护车到场 这八个人当中 有五个人明显有伤势 还有人的手肿得相当严重 紧急将这五名伤者送医 索性都没有大碍 而这是一团来自台南的登山队 42个人预计要走 神仙纵走路线 结果途中被风遮伤 消防人员也特地上山 将危险地区拉起封锁线 并呼吁这个季节 正好是虎头锋的繁殖剂 上山千万别穿的太花鞘 或盆响水 刺激到他们 以免遭受到攻击 多许员黄又庆在苗栏长报道 被虎头锋攻击的大学生 在消防局人员的陪同下 慢慢地往嘉义县地区来进行撤离 这一路并不好走 也因此嘉义县消防局在星期六下午 接到民众求救的报案电话之后 花费了五六个小时 才找到了这几名大学生 受伤的大学生是来自 冯甲大学的登山社 他们一共有24个人上山 有10个人遭到虎头锋的遮伤 这其中包括了六女四男 还好伤势都不严重 只有其中两名女性 他们的呼吸比较急促 但都是没有生命危险的 而消防队员在和他们会合之后 陪同他们慢慢地下山 在清晨的五点左右 才抵达了登山口 由救务车送往医院 做进一步的观察 前后整个救援行动 是动用了8车22人 花费了有13个小时 消防局特别提醒登山民众 在秋天这个季节登山时 真的要特别小心 虎头锋的攻击 东森新闻五星梅在 嘉义报道 游客中心后车区 游客乱成一团 大家表情痛苦 有人坐着轮椅 有人需要搀扶 都等着要去医院 因为他们全遭到虎头风攻击 阿伯的大腿小腿和头部 被钉的都是包 出现红种伤口 其他人也是头和手脚被钉到 在急诊室冰敷 五十八啦 等下卡车老后少年 也同样顶到下来 叫我五十八啦 速度比人走得比较快 恐怖顶到死人 不求情 放下几年 有人只是苍蝇 就是过去说发现是密封 已经来不及了 我们只要赶快跑出来 但是跑了 是路跟不上他们 比不上他们肥啊 就还是被钉到了 上午十点多 南部某家银行员工旅游 一百多人分成五部游览车 到竹山内容瀑布 当时还有其他旅行团团园 及散客 经过吊桥附近的凉亭时 虎头风突然群起攻击 大家吓得四处奔逃 有人拿衣服阻挡 但还是有二十一人被遮伤 受伤人数太多 有人等不到救护车 干脆有游览车载到医院 游客送医后 园区紧急修园近空 也赶紧请来捕风专家 把蜂窝摘除 还好二十一名伤者都没有大碍 但一早开心出游 都还没玩到就被风遮进了医院 惊吓受伤 游客大碳实在很倒霉 东森系维红青 吴俊祥在南投采访报道 救护车赶底石门驱饶梅路 因为这里有游客被虎头风攻击 他们说在步道的左手 风草就在这里 其他人员紧急在步道下方 拉起封锁线警戒 事情就发生在一号下午三点多 八名游客趁廉价最后一天外出踏青 疑似要去青山瀑布秘境探险 但却在步道上被群风遮咬 一大群人急忙逃窜 吓得立刻到超商求救 而在同一天 乌来区有游客遭风遮 亲友十人一同登山 不过其中三人 却在内栋森林游乐区瀑布附近 遭不明风种遮伤送衣 两名女子分别被盯到背部和头部 另外一名男童 则是被盯到左肩和额头 而消防人员就提醒 遇上风类 请切勿慌张或主动攻击 应该要保持镇静 用衣服包包或任何遮蔽物 包覆头颈减少铺路部位 缓慢安静地绕路离开 避免引起虎头风群围攻 总得新闻综合报道